謝謝 最近這個方法是針對國內客 其實是國內團隊做了兩三年的消息方法 我發覺對香港人的任何客人都是很有用的 好嗎? 先看看 可以嗎? 我想調校好一點 找到什麼? 我想調校到螢幕、螢幕 先調校,然後再來 OK OK 好 我現在就 大家是廣告不要博古 我先介紹一下 我當是某一個前輩子或前輩子 我介紹一下 然後讓大家介紹一下 好嗎? 好嗎? 你好嗎? 好嗎? 這兩句是可以承認的 暫時可以承認 今天我會介紹這個 我們有一個理財計畫 非常好 理財計畫 我想和你講一下 第一 存款是更多的 你只有兩種方法 兩種方法 很多方法 很靈活的 這一個理財方法 的好處 第一 是幫你穩定的資產增值 以及可以抵禦到人民的變化 最重要的 其實你要知道 其實累積財富不是短線國 其實一定要有長線回復的心態 還有一件事 我想和你講一下 就是 有幫是有一個專業的 派了一個專業的團隊 幫你去管理你的資產 配置 我幫你設計了一個方案 現在我們就是用你的BB 剛剛出生 我們用一個五年的計劃 每年就存5萬元人民幣 5萬就相當於3至2萬5元人民幣 而那個總保費 你存了的就是25萬美金 一共就是155萬美金 這裡有三個方案 提款方案 第一個就是 你的BB 由11歲到20歲 這個年間 在那十年裏 每年提款2萬5元美金 就是16萬2千5萬人民幣 一年 總共十年 就是提款了 拿了162萬人民幣 就是剛剛拿回你的本金 你放了25萬6萬人民幣 然後 一直就不拿錢 一直等到滾傳 到58歲 50歲到85的時候 就是每年拿4萬元 4萬元美金 也就是 在這段時間 36年內 拿了144萬 就是936萬 兩度加起來 其實你拿了169萬美金 可不可以 你覺得 85歲 那時候 你可以一筆過 提取餘款 又或者 如果85歲 是 因薪股 的話 公司 就會 還有3千 3百萬 美金 這個是非常之好的 一個 錢賺錢 一個理財 非常之好 總共來講 你加上 你拿了錢 還有剩下的錢 這個方案 一共 是會帶來你的 總額 是3千 4百 71萬 美金 即是 2億2千萬 美金 你給了25萬 美金 在你戶口 這是第二個方案 第二個方案 就是 你這個小朋友 一直都沒有拿錢 直至18歲到22歲的時候 是拿錢出來 拿5年的錢 即是說 他一年 學時再做積事 每年拿3萬美金 一共拿15萬美金 即是差不多 100萬元 到你33至5歲的時候 他就 需要一些錢 可能是 用來做創業 或者做某些事情 每年又拿5萬美金 這6年的月 共拿了 就是30萬 即是一共 差不多有300萬的 人民幣 是提取了出來 好了 一直到65歲 到85歲 我們又退休金 那就是 又是每年拿5萬 每年拿5萬 那就是 又拿了100萬美金 總共 總共 是 你那個 那些現金 包括提取了 和未提取的 有些錢 這裏我停一停 我不再提取了 我跟大家說說 因為這些數字 其實我沒有叫Ashley 好好去設計 所以他就 用我們過往往上 這些數字 其實大家都應該看到 其實可以大一點 是 因為剩下太多 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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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修理的 只有兩個方法 五年十五 拿錢 N那麽多的方法 這個 是 engrained 第三個方案 就是 劉先生 你這個小朋友 十一歲到85歲 年年都拿錢 年年都拿二萬元 總共 拿了 一千二百萬元 到85歲 還能值得 總共 戶口 變成 有二千七百萬元 好嗎 通常 來到這裏 其實 你記住 特別 推銷過國外客人的朋友 同事應該是同意的 國內人很簡單 你不要complicated 不要說那麽多細節的事 簡單直接 他聽過 咦 make sense OK 但這裏 是draw了他的attention 他知道 挺好 不過 緊要的是在後頭 因為他看到 這樣 naturally 可能會有問題 就是 有沒有保證 安不安全 是嗎 是嗎 其實 劉先生 你這個問題 其實 問得很好 我看完這個 跟著 我給了一個明細 其實公司那裏 是有個明細給你看 你看完 你會覺得很明細 那你剛才問我的 就是 有沒有保證 做不做得到 還有是有沒有風險 我們去這裏 我們去這裏 這裡 我選了沒有拿錢的 為何走出方案一出來 有拿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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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明細 先說這裏 即是show the bill 客人在這裏 有拿錢 我會對一對 在這個保證的25年 或者多少年 這裡 譬如是30年 你那個現金的價值 是有59萬 59萬的美金 那就對一對 剛才這三張紙 在這裏 我就會告訴你 Exactly 是這樣的 即不是我們就這樣寫出來 裏面是 即是對到的 No question No question 一會 我們一會 一會問 OK 大家這樣 方案一就是這樣 方案二是否方案二 好 OK 咦 沒有了料到的 跟著 另一個來的 這是方案二來的 這是方案二 OK 我們不看這方案 這裡 看這裡 好 剛才他問的問題 有沒有風險 有沒有保證 為何有這麼大的 這是方案二來的 OK 我們就在這裡解答 首先我會這樣做 第一 就在這裏中間 我畫一條線 就是這樣 劉先生 左邊是代表甚麼呢 就是這個 在申庫情況下 是你拿到甚麼情況 那我們看一看 在第十年 如果新股的話 你給了25萬 新股的賠償是35萬 其實一定會賠錢 即是你不會 即是你後人 子女 老婆 一定會賠錢 這是新股的賠償 但在現金的戶口 就是這樣 你的現金總額 在第十年 就有33萬元 即是已經超過了 你放進去的錢 那你剛才問我 有沒有保障 是否怎麼樣 這裡我想給你看看 就是保證現金 保證 在合約寫明 保證 保證 實有的 就是十七萬五美金 即是你已經放進去的錢的七成 穩不穩定 其實那裡已經是七成保證了 接著去到二十一年 其實這個保證現金已經超過你放進去的錢 而且你看到嗎 還在逐年計增 其實記不記得我們說 一定是長線的滾船長線投資 保證了這些保證了 那這邊就是非保證 即是說這個是我們的預期的回報 其實現在AIA的預期的回報大概是七億 七億人還多 七億預期的回報 當然這個有機會多有機會少 但是會不會完全沒有呢 這個未發生過 亦都相信會很少機會 不過我想跟劉先生說說 就是講解一下這個保證回報 是怎樣來的 我相信你都要想知道 不是 保證回報這裏就是 咦 先停下來 我以為你寫了 沒有寫 OK 在這裏寫 我就會在這裏寫 保證回報 我們就是 放在這個政府債券 美國 亞洲的政府債券 你知道 如果你說 紮券當然 第一件事 如果是公司的債券 是有機會 真的會有機會倒閉 但是如果你擺錢 在美國政府債券 香港政府債券 如果這兩個政府都倒閉 的話 其實你很多事情都已經擔心得無謂 其實這件事其實解消了它的優 還有就是 我們的回報 其實是因為 我們這裏的回報 還會比你自己 再去投資債券 你去投資債券 你去投資債券 你是買零食 我們 是好想買的 我們拿的價 一定有一個零食 好 另外這裏 這個就是 預期回報 預期回報是怎樣來的 預期回報 我在這裏寫 就是 美國 香港股票 以及 亞洲貨幣貨幣 好了 在這裏 我不知道秘書有沒有來不來得及 做的 都好像有 Next 我給這裏看一看 就是 你看80年代 恆生指數 只不過是 我倆知 到今天 二萬多 當然 中間有高有低 但是我們記得這個是長線投資的戶口 工具 所以其實 如果你放股票的話 如果管理得好 你一定 是有 這裏講的 十倍的 不止的 倍增 好了 另外房地產更加不用說 好了 那你就看看你的客戶在哪裏 譬如他在西安 如果他在北京 深圳 哪裏都好 你refer回去 劉仲 八年代 你家鄉或者那個城市 房地產的赤 其實不用說下去 他的劇情是少的 大家都知道 其實那個房地產是 會不斷地上場的 未來 我不相信有人會覺得 房地產是不再升級的 什麼時候升級的 所以這裏呢 回到去 我們就 令他看到 其實是 這個2月期廣播晚期 其實 沒什麼可以做到 不過如果做不到 那怎麼辦 AIA 有件事是非常非常好 就是 我們有個自由營養戶 自由營養戶是怎麼來的呢 自由營養戶就是我們 這麼多的產品 收買的 就是保費 減了支出 然後投資獲利 然後放進去戶口 一零年 一五零年前 五年前 我們的自由營養戶有五十三億 是未禁的 五年之後 十三億 那 我相信你都同意 在過往五年期 有個投資環境是投資的 是吧 但是我們都有這麼的增長 就是證明 我們公司的投資前代 其實是有一定的能力 還有更加 更加好的 更加值得安慰的就是 它是幫你管理的錢 還有我們是說股票房地產 AIA的地產 優勢地產的投資 其實在這個保險業界裡面 是眾所周知的 不需要說太遠 就是中環那個地產 AIA Central 那裏 我們是以 一個超低的賣力 其實正在那裏已經是 賺了幾款 今次我認為收租 都八億多 一年 那這個Good News 就是劉重 其實你有份收租 去到這裏 其實是 Present 完了 跟著就是這樣 看一看 Din't take more than ten years 這個Product 這個Presentation 其實你可以 隨時 都Present 得到 就是說當你 跟客戶的 Warm up 差不多 OK的了 的時候 你感覺到它 是跟你 是有了一個Connection 可以接受得到你的 你Fact Find 差不多 其實 就可以即時決定 國外客 還可以快些 坐下 有些甚麼好事介紹 那你就不會 兜兜轉轉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阿翠 阿翠 OK OK 好了 我現在open up for問題 還有comment 大家覺得怎樣 我好 可能對一些 遙距的介紹 是頭那幾年 挺好的 遙距介紹 甚麼意思 好像被用的意思 西國的 不如說 用的東西 都不夠勉 你倆說 都不夠勉 不用這麼清晰 不過是 這個很清楚 因為我們 我仍在用聖子 可能習慣了 其實不太明白 即昨晚 聖子 是的 聖子有些 你不明白他 原來 昨晚 就是跟台灣客 聊 原來他 幾個月前看過 原來他一直都不知道 就算我解釋完 他都不知道 原來的Summery 裡面有那條數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 第一 第二 我想問那個自由應遇 會在哪裏看到 我們會不會有 接觸到這些資料 唯一的接觸就是 Kristine說給我們聽 這個是Kristine說的 也知道 還有Memo出過 有Memo出過 是的 Thank you 謝謝 你插不插到Memo出來 插到 插到可不可以 EV來的 是的 我放在一個群組裡 你放在一個群組裡 還有就是 我們是上銷公司來的 是嗎 其實可以找到的 Selling 就是這樣 當然我們不是 manipulate 我們不是講假話 給客人 不過有時候 你還沒拿到那個 Proof 的時候 你跟客人說 Glen 其實我們是上銷公司來的 所以你都可以去檢查 其實 解消了很多他的憂慮 就像我昨天說 你是說Storytelling 是要說 謝耀俊 醫生 謝俊耀 謝俊耀 沒有了Credibility 謝俊耀 就是要經常說 謝俊耀 Thank you 你要說個名字出來 你說了個名字 就好像真的 是的 實在有很多 同樣道理 我們上銷公司來的 其實沒有任何東西 你都可以上去檢查 這樣 我覺得很少很少 會有人這麼有空去檢查 除非你一直說 又眨眉眼 又好像給了別人很信心 這樣 OK 這裡 我覺得 整個流程就是這樣 全部的說話 那個語言 其實都有作用 OK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 昨天 我就 嘗試去銷我兒子 我兒子在Morgan Stanley做iBanker 他做法債 她的朋友是一個大陸來的女子 她都是iBanker 我就嘗試銷那個女子 她說我銷不到 因為 有種原因 其實她媽媽已經買給她 原來有個AIA同事 買了給這家的 國內的媽媽 她就買了五十萬元 五年 然後她就告訴我兒子 這個也挺好的 我兒子是不相信 不太相信我們 不太相信我說 但昨天我就問她 我說 那個VP Grace買了那個 你有什麼興趣 因為他們買東西是很嚴謹的 就是check check得好緊 因為他們自己發債 他們不可以自己買債券 我就說 不如你看看這個 收了七里的 他就問我 那你怎樣計算這個產品 你這個產品 可不可以transparent 我不是transparent 但如果我有沒有解釋 解釋給他聽 那就是 他會信服 因為他們有很多question 即是哪個發債的Banker 但是連他的朋友 都買了 他就覺得應該不差 他覺得應該不差 但如果你有剛才的角度去解釋 我覺得他還會容易 容易信服 在這裏 我覺得很緊要 這個很緊要 這個很緊要 這個 第一 其實這樣 中間畫一條紙 其實我都 很久沒有在proposal上畫畫 但我覺得這個是有我的效果 有一個visual effect 一看 而這裏全部是公司的命勢 在公司做出來的 就是之前的summary 政治有道的可能 不好處就是 因為是一個summary summary的好處當然就是簡單 一個簡概來的 一看就 最主要的東西都看到了 不好處就是 咦 那這些數字是怎樣來的 是真的 那這裏我講完簡概 我跟著去detail的明細那裏 公司說明日 就是詳細說明的 你供了多少錢 你會有多少錢 你會有多少錢 就是這樣 那你這樣 even 連自己 其實都是 安心活動 是不是 自己都知道 其實 真的這樣 你有沒有安全 怕會不會不見了錢 其實十年之後 七成保證 你有什麼 有任何一個投資 是可以給你七成保證 不虧錢 十年半年 還有 是不會虧錢的 其實有 因為 長線投資 如果你21年 保證 你一定保證 正是保證的 你已經拿了 全放進去的本金 但是我們 其實 正常人都不會說 ignore 這個預期回報 一點都沒有 不會的 所以其實 這個 你的投資是非常穩固 穩健 增長之餘 其實AIA 這裡 穩固的就是這邊 包了底 OK 預期回報 7億 其實 難做與不難做 看你做什麼 哪些人做 AIA 這麼好的投資團隊 這麼有實力的投資團隊 其實他做的是什麼 擺起股票 是美股 港股 和香港 亞洲房地產 然後去這裡 給他看一看 然後 回來 其實 你覺得 劉總 你覺得 會不會有機會 做不到 這個數目 他說 都不是連連做到的 其實你覺得 所以 這個自由營業機制 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 可能是 債券和股票 房地產 有一年的投資回報 是20厘 但是 AIA 是不會把那20厘 都給你 他都是給你 7厘 其他13厘 去哪裏 擺下來 這個自由營業 但是 當有一年 是 給了兩厘 回報你的平均 這些男子 頭子 甚至是 付回報的 他都會給你們 為什麼呢 在這裏 那裏 拿給你們 所以 你看看 其實 這個 那個長處 也就是 對你的利益 對你的好處 就是 這裏 是會穩健的 真的嗎 其實 這個解釋 很簡單 是不是 自己都明白 自己明白 自己明白 自己明白就行 你自己也行 做完都行 也不用這麼難的 是不是 我想我銷售到 這裏 是嗎 一定銷售到 一定銷售到 OK 行不行 OK 好 Question 問題 Yes 其實今天Skara 是幾次出的 因為他有時候 如果新出的 可能會有 訪生什麼 訪生什麼 新產品 譬如是電話 三年當然覺得好 但是 如果他是財政產品 我就覺得 他可能 兩三年 有訪證 他是賺錢 或者影響 利益 好 Venus 你的問題就是 如果新的產品 就是說 沒有經驗 沒有track record 所以他的投資回報 應該 不知道是否 未必會那麼好 明白你說什麼 理解 你的意思 在這個情況 其實新的產品 都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為什麼 其實我們有的 就不是產品的投資經驗 我們有的就是AIA 那個投資團隊的經驗 以及他們的track record 你看看這個record 五年裡面是增加了 30億的自由營運 是吧 而這裏呢 是多種產品的營運 擺放進去 是吧 所以 其實 它的pring 不是因為這個新產品 而需要一些新的投資經驗 而是那幫人投資了很多年 幫不幫到你 如果客人都想知道 告訴他們 首先你要解答這件事 好嗎 而且在你的腦裡 在你的腦裡 至少要解消了這個抗拒 你對自己 解消了這個障礙 因為如果你自己都覺得 新產品是沒有track record的話 你自己都收不下去 現在收不收到自己 收到了嗎 收到的時候 其實你解答的客人 很容易 這樣就可以告訴我 bonus power 幾次開始的 8月24 8月24 是幾年 上年8月24 是吧 你知道了 對字幕寶 如果只想這件事 因為你 8月24 死了 只有一年貨 不失敗 明白嗎 明白嗎 現在 如果你要解釋一次給我聽 benus 你這個 新產品來的 有沒有track record 可以不可以的 你解釋給我聽 好 其實 首先 我們是一個很experience的佛大朋友 我們Tremacon 我們做了一些ponus 叫做是committed的 就是 增長和快的東西 是 你試我做甚麼 我試 你試我嗎 我試試你嗎 我試試你 我試試你 我給你勇氣 特別就是 剛才有介紹過 這個字入葉的偉海 由5年間 已經有300億的增長 本港很強勁 你還有什麼擔心 OK 給點掌聲 我有這樣的習慣 當有人提出一個問候時 我會有這樣的習慣 剛才Villian問我 我會問 你的憂慮是否這樣 我會理解 對嗎 這樣 這樣的時候 客人的習慣 你這樣做是令到對方 令到客人知道你是清楚了 你明白他在說什麼 對嗎 而且其實心理作用是怎樣 我理解是否對 他抹了頭 其實當我在presentation 裏面 我們叫presenter 你一個小時裏面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不斷say small yes 的時候 他常常習慣跟他聊天 是不是 跟他聊天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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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自覺的 OK 有沒有別的問題 p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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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我想問 如果他每一年 就是你的non-guarantee保證 非保證的金牌 其實我們都不會看到 例如如果真的三年之後 因為他說再invest 將這些資料 這個plan 會不會有機會看到 就是好像 那樣不太好 那樣的formulof 看到的嗎 他每年的年結會看到 bonus power的年結 有人收過bonus power的年結嗎 是 因為第一年 你看過 第一年 是 是 將來 這動手看不看到 當然是看到 看 當然是看到 你都看不到 是補充產品來的 你任何補充產品都有 game day on game day 一定展示給你看 你的問題是甚麼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因為為甚麼呢 他那時的plan 是說 那個invest 是將他收益回到 再invest 那其實應該是一個 看不到的數字 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那個 收益 這個投資團隊的收益 即是他 這個投資的團隊 不是 那個投資的收益 是再reinvest的時候 你的問題是說 我看不看得到 他reinvest了多少 應該不是這樣說 是你invest 可以再reinvest 那他的數字出不出來了 就是這個 不會有明細 是這條數給你看 是這條數給你看 為甚麼你這樣問 因為我聽說 是嗎 他每一年 現在買了CEO 吉凱 他每一年都問我 因為應該提三年 每一年問我做了 做了那些收益 是嗎 都是看得到的 都是看得到的 單真是有追到 看法庭時的報告手 看法庭時所謂的 那是 Forever Love做到的 是吧 那 Bonus Power 是新的 是吧 假設 如果你的自由言語是這樣的話 應該是做到的 是吧 應該做到的 其實這個問題是甚麼 可能我還是不可能 就是我的意思是 如果他會派到我們戶口 因為現在的Forever Love 出來給這個表 第四年 他的總額是140777 甚麼 那Forever Love會掃到 是會掃到這條數出來 但是我也知道我們的Forever Love 我想問一下Jonathan 你為甚麼憂慮想不到 你的憂慮在哪裏 我是會 你未看得到的 因為他真的這樣問我 那即是同樣地 你的客戶買了多久 Forever Love 三年 三年 那如果我是你的客戶 Jonathan 你這三年都做到的 第十年做到嗎 你怎樣回答 做到 那即是每年都做到的 看得到 是嗎 可以不可以這樣回答 可以不可以 做到 你三年都做到 第十年一定做到 這樣的嗎 可以不可以 但我又不會買的 我是客戶 那好了 我都沒有一個完美的答案 你會怎樣回答 他這個關鍵 即是說 那個客戶會問Jonathan 你這個月結單看不看得到 其實不是月結單不月結單 就是你做不做到這條數 做不做這條數 其實那個答法 就不是說 去Focus在他問你那件事 其實你是要答法 其實你要說 其實劉總 你的問題 你說在月結單能做不做到 其實你的問題是 我們做不做這條數 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就說了這個意思 如果他額頭 那就是說 我就要再重新 華立起 是令到他有信心地看 劉總 我們再去一齊 去分析一下 你記住是要這樣說 我們一齊 去看一齊 去了解一下 因為一齊 就是他有份的 如果你說我告訴你 你放心 就是你講的 你講什麼都可以 我們一齊去看看 這邊就是保證 保證就是保證 他一定要給你 合約精神 即是去到第十年 已經保證了七成 是嗎 看不看 其實沒有風險 那21年 其實是保證了 但是劉總 你同不同意 這個21年裏面 同不同意 這個預期回報 是不會一點都不起你 同不同意 只不過是比多或少的 劉總 你覺得是嗎 比多或少 多或少這個問題 我們要看看 究竟AIA 在幫你投資 在做什麼資產配置呢 這裏 這裏的七成的資產 是怎樣的呢 就是 它會視乎 哪裏的投資機會 環境好一些呢 它會放在美股 港股 或者優質房地產 我們不如看看過往 那幾十年 你可以給美股看 不過港股 是有兩千幾點